大家好,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宣布已经成功解放了伊里奇钢厂 伊里奇钢厂是靠近马里尔亚素钢铁厂 之前讲过乌军实际控制了马里尔布尔的两个钢厂 除了亚素钢厂以外,在伊里奇钢厂也有部分乌军驻守 昨天晚间驻守在伊里奇钢厂的约1000名乌克兰第36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向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投降 这也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投降 根据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消息 有300人是负伤的情况 90人无法独立行走 有800人身体健康主动出来投降 整个伊里奇钢厂现在来看 已经完全被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解放 现在只剩下亚素钢铁厂内部的亚素营以及外国工具 亚素营和乌克兰正规军不一样 他们属于是有意识形态 所以他们不会轻易投降 所以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 未来对他们采取的行动很可能是非常残酷的 消灭他们 昨天讲了乌克兰方面 第36海军陆战队旅进行了突围 这个突围行动也失败了 昨天审讯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6旅的副指挥官 也就是政治委员 叫洛姆杰夫中校 乌军也有政治委员 审讯了36旅的洛姆杰夫中校以后 得知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欺骗了第36海军陆战队旅 他表示第36海军陆战队旅 是收到了基辅的指示 大家知道乌克兰方面 曾经在亚素海派出一艘民用船只突破俄军的海上封锁 在亚素海方向使用暗语 我是马牙克 我来找你了 使用暗语前往马里布尔最后被俘 这道命令就是这艘船下的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基辅方面向他们提供了 马里布尔北部30公里处 叫扎查托瓦卡 扎查托瓦卡 这是个村庄 命令他们前往马里布尔北部30公里处的扎查托瓦卡村 在那里会合 营救他们 那36旅这个政委呢 他在审讯中交代啊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 36旅士兵开始准备突围 所以就有了昨天晚间啊 在马里布尔整个的一个突围行动 昨天已经介绍了啊 突围行动也失败了 那有一部分呜 乌军士兵呢 到达了30公里处啊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人 那就说明他们被骗了 啊 所以呢 现在乌军36旅的士兵呢 也承认啊 自己实际被基辅放弃了 但基辅方面呢 不承认这一点 我觉得告诉他们去往30公里处啊 会合 让他们去突围 我觉得这也是基辅方面 给了他们一个体面的投降的机会 因为怎么说呢 你作为士兵啊 有时候长官告诉你投降不好 告诉你突围 是意思就是你能活下来就活下来 活不下来就投降吧 我觉得基辅是这个意思 还真有人相信啊 在30公里处还等着他们救他们 那这是昨天一个情况啊 从昨天的投降仪式呢 可以看啊 大批的乌军啊 整体投降 我觉得这些人是幸运的 他没有被怎么说呢 被亚素营啊 这些亲纳粹极端分子 裹挟着变成 变成炮灰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幸运的 祝他们未来的生活 能够回归正常吧 这些人呢 我觉得会受到善待 战争结束呢 就回到家里 这些人我觉得也很了不起啊 在这个亚素钢铁厂 马里布尔 整个的战役里面 伊利奇钢厂 整个战役里面 也守到了最后 值得尊敬 我会把这个视频放下面啊 链接 你点开标题 下边有链接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亚素钢铁厂这个战斗呢 应该就在最近几天就会结束啊 所以呢 最后解放亚素钢铁厂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时间会很近 亚素钢铁厂解放以后呢 实际上顿涅斯克 在马里布尔方向的俄军 就会解放出来 就在整个的黑海北岸地区 这部分俄军被解放出来 投入到顿巴斯北部 斯拉伟扬斯克战役 所以斯拉伟扬斯克战役 很有可能在马里布尔解放以后 就会开始 那我昨天也讲了啊 乌军呢 现在已经发现了俄军的战略意图啊 就是包围整个斯拉伟扬斯克地区的乌军 乌军现在也有反应 昨天呢 已经开始下令啊 在斯拉伟扬斯克 在哈尔库附近的啊 一些部队呢 向蒂涅伯方向收拢啊 向蒂涅伯方向收拢啊 因为在基辅啊 赶来增援这个地区的部队之前啊 首位基辅的部队 已经现在派往了蒂涅伯方向 在蒂涅伯以东啊 以东 筑成了一个防线 那么从这个地区向哈尔科夫地区增援 那也向斯拉伟扬斯克地区增援 所以现在在蒂涅伯以东地区 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群啊 乌克兰的新的集团军群 来啊 第一保卫啊 蒂涅伯 北边的保卫基辅 那么向东呢 就是首位哈尔科夫 以及斯拉伟扬斯克 那形成个机角之势 我觉得这是北约 为乌克兰定制的新的计划 那俄军在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很有可能被反包围啊 被物军反包围 因为如果在蒂涅伯东部地区 形成一个新的集团军群 那这个集团军群 可以呢 南北呼应 就北部基辅 如果出现问题 它可以北上基辅 如果啊 南部地区的哈尔科夫 斯拉伯扬斯克受到攻击 它也可以进行增援 它不会被包围 不会进入俄军的包围权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北约也正在调整啊 在斯拉伯扬斯克 在哈尔科夫地区 乌军的这个部署 俄军呢 现在来看 那俄军也在有调整 当然俄军呢 现在它正在集结啊 所以这个集结没有完成之前啊 俄军这个新的调整啊 现在不太现实 这就是现在呢 哈尔科夫啊 斯拉伯扬斯克最新的 最后呢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我之前说过啊 这个兵者鬼道也 你从这次乌克兰战争啊 之前啊 一个月围攻基辅 维尔不攻 再到现在你看啊 将乌军的主力调出基辅 啊 你看这个战略上啊 俄军总参部这个战略上是很有看点的 那么这一次在斯拉伟扬斯克啊 在哈尔科夫包围顿巴斯集团军群 让乌军啊 后撤 我觉得这也是俄总参部的一个计划 那这我个人看法啊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我想吃下斯拉伟扬斯克 我想要的是顿巴斯的领土 那么在这个地区我形成包围以后还没有开战 但是乌军已经后撤了 是不是削弱了在斯拉伟扬斯克地区乌军的真实作战能力呢 我只是包围给乌军留了一个出口 为什么给乌军留了一个出口 让你走啊 让你主动后撤 不用我消灭你 你就走了 不用打 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就后撤了 那么这个地区乌军的实力 整体实力下降了 下一步如果作战的话 这个地区实际上乌军的人数大大减少 我要的是什么 要顿巴斯领土啊 要的是解放整个斯拉伟扬斯克 解放整个哈尔科夫地区 对吧 实际上不是为了和你乌军进行决战 你看这也是俄罗斯总参部 我觉得他的意图 通过这个包围圈给你留一个出口 把你往外挤压 往外挤 挤到哪 挤到地下坡去 因为如果真的和乌军 真的啊 真的发生大战 实际上俄军自身也会有损失 我不用开战 我只要挤压你就可以了 你自己就判断形势 开始往外撤了 所以这个对俄军来说更有 现在看呢 我觉得这个北约和俄罗斯啊 俄罗斯总参部啊 和北约的智囊机构 在乌克兰的智囊机构 现在乌军基本上就受北约控制啊 直接是美军指挥了 泽连斯基你让他指挥 他没那个能力 他是个演员啊 他画个妆 背个台词 天天跟你在电视上 念稿 一扬顿挫的跟你反俄 这他有这个能力 他比普京口才好 但你说战略上想这些东西 想这种战略性的东西 泽连斯基没那个头脑 对吧 他很难指挥 你说乌克兰总参部那些人 他也很难 他没有情报 没有情报 你就看不清现在一个整体的局势 谁有啊 美国有 美国有乌克兰整体的态势情况 他有卫星 又有情报 各种侦察手 美国非常清楚 你俄军怎么部署的 所以现在乌冬战场 整个顿巴斯集团军群 他的这个行为 是受美国控制的 实际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和北约 在正面交锋 我先讲了 所以现在看呢 在顿巴斯战场 实际上就是 就是北约和俄罗斯 直接开战 所以非常 下一步呢 俄军很有可能啊 是挤压乌军的主力 在蒂尼泊方向 形成一个新的包围 那蒂尼泊方向这个乌军呢 他还是主力 他而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但是这部分军队呢 很为难 为什么 北部要守基辅 南部呢 像赫尔松 奥德萨 东部呢 哈尔克夫 俄军攻打三个方向 你说这个主力 他往哪个方向去 所以他也很为难 所以现在看呢 俄军 我觉得是使用了蒙古的战术 就是蒙古人啊 蒙古人 占领欧洲 对吧 征服欧洲 实际上就是现在 普京这个战术 我从不同方向攻击你 蒙古骑兵嘛 不同方向 射箭还非常快啊 比这个步兵来得快 来无影去无踪啊 一阵风 所以他从不同方向攻击你 你看现在就是俄罗斯 你看一会儿在北边攻击基辅 一会儿又在哈尔克夫 一会儿又在奥德萨 我不同方向攻击你 那你中间的这个地涅薄中央这个集团军群 他不知道你的主攻方向啊 他一会儿从北边守卫基辅 基辅阳攻 阳攻结束以后 马上又撤到哈尔克夫方向 下一步可能奥德萨 又要去奥德萨 非常疲惫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啊 普京用了这个蒙古人的战术 我因为有机动性嘛 你看我从北边到南边 实际一阵风的啊 很快的速度就到了 所以我可以机动着不同方向攻击你 你也不知道我主攻方向在哪 如果你这个方向薄弱 我发现这个方向很薄弱 我就可以真的就切进去了 发现这个地方很难攻打 我就像蒙古人一样赶快撤回来 换个方向再攻击你 而你这中间的主力部队呢 是吧 你很为难 你不知道主攻方向 你只能对吧 就困守在啊 地涅博这一个区域 你只要这个主攻啊 主攻方向没确定 你困守在地涅博 我在其他方向 我不就可以啊 获得了战果了吗 这很简单 特别是俄军现在在哪呢 在哈尔克夫啊 在南部赫尔松 对吧 这个方向俄军已经开始大规模集结 那一南一北 你想想乌军怎么办 这个主力切成一半吗 一半去北边 一半去南边吗 它很难的 所以现在看上去 俄军已经获得优势了 我觉得已经获得优势了 乌军呢 他虽然有这些主力部队 但是他啊 很难和俄军形成一个政策 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战争的结局 已经定下来了啊 因为美国不出手 就是美军不进入乌克兰 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 就凭乌克兰国内的自己的这几万人 很难决定战局 很难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因为俄罗斯已经把乌克兰这些部队 实际上所有的情报都掌握了 现在只是我觉得啊 就像当年这个蒙古人一样 就在调戏你 左边打一下 右边打一下 让你变得疲惫 消耗你的后勤物资 等消耗到一定程度 像恶狼一样就冲上去 将你死得粉碎 你只要北约不进来 你看美国到现在也没有进来 美国部队 北约部队到现在也没有进来 你大部队不进来 乌克兰就这点人 就这点能力 就这点军队 消耗没了 你说乌克兰还有什么 那不就被吃掉了吗 俄罗斯现在我觉得就在消耗乌克兰 就在消耗你 一个月两个月把你消耗掉 然后一口吃掉 所以美国只要不进来啊 北约部队不进来 乌克兰的命运是一定的 你这点部队给你调来调去 你说路上消耗着石油 消耗着油料 弹药 时间 精疲力尽 这些东西俄军还就继续炸你的后勤基地 你自己的后勤补给越来越少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乌军的未来非常悲观 我对乌军的未来非常悲观 现在已经非常疲惫了 守卫基辅这个部队跑到这个定义伯 跑到哈尔科夫去了 我一会儿再讲啊 实际上还有一场战斗啊 这个前面介绍过啊 普京复仇了啊 那这是我对顿巴斯战场的情况一个分析啊 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再及时给大家汇报